今天我主要是要教你怎么样打造起重复自动收入 怎么样开始让一堆人每个月会重复自动付你钱 这种收入是我认为是最棒的一种收入 OK 那你的生活会开始变得很不一样 OK 好 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希望可以在网上赚到不少钱的话呢 你会需要一些不错的一些产品项目 OK 那其实呢 我自己在网上 我自己在网上每天都会用很多不同的产品项目帮我赚钱 比如说像这个你如果去这个Barnet 你如果去这个Barnet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产品项目 那我每天在网上赚的钱呢 就是用这些很多很多不同的产业啦 不同产品项目帮我赚钱 OK 那这些产品项目呢 有包含像这个教育产业啦 娱乐产业商家 各种不同的产业 有我们在网上卖酒啦 娱乐啦 旅游啦 还有广告收入啦 什么都有 OK 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讲这么多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教会你 其中的一种收入 其实我们密讯呢 通常是会 很详细的讲16种收入 OK 但是今天的密讯我就不讲16种收入 今天的密讯我希望 就是专注教你 教会你这一种收入 OK 只要 其实你只要学会这一种收入 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你已经可以每个月都是 譬如说 重复自动的几千甚至几万美金的重复自动收入 那以后你如果有兴趣 你也可以再 你也都可以再赚其他这些不同的收入 OK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不跟你讲这么多 这些平常我们密讯会讲的很多东西 还有我们很多会员就是 都赚不少钱嘛 那今天我就不跟你讲这么多 我们今天就是要专注 专注的教会你一种 一种收入 OK 你如果有参加过我平常的密讯呢 你就会知道平常我都是 讲很多很多的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说 讲太多反而很多人 没有办法吸收所有的东西 那所以以后我可能常常会 就是专注讲一种 一种收入 OK 好 那 在我开始教你怎么样打造 重复自动收入之前 我希望很快的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你希望有一批人 每个月重复自动付你钱 那这批人我们把它称为 重复自动的这个付款的客户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有一批客户呢 每个月重复自动付你钱 你会需要 你会需要知道 到底怎么样可以在网上去找到 找到客户 这一点很重要 OK 那到底我们都是怎么在 我自己到底都是怎么在网上找到 一大堆的人开始付我钱 甚至每个月付我钱呢 如果说你希望多一点客户的话呢 你就会 你就会需要知道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流量的名单 因为在网上你的流量名单越多 那你的客户就会越多 OK 所以我现在呢 就很快的教你一些 我自己平常怎么在网上找到客户的一些方法 OK 好 那假设说有两个人 A跟B A呢 他懂得怎么样每天获得源源不绝的流量名单 所以他的客户就会很多嘛 对不对 那B如果不懂 那你想当A还是B 我相信你应该会想当A 因为A他可以多赚不少钱 OK 好 那基本上呢 在网上你如果想获得多一点的这个流量跟名单呢 有几种 有两种主要的模式 一种是不花钱 一种是花钱 那我们现在就先跟你讲怎么样不花钱 在网上去吸引到很多的这个流量名单 然后客户 OK 那你如果想要在网上吸引到流量名单 你会需要一些流量名单磁铁 那什么是流量名单磁铁 流量名单磁铁就是一些可以帮你吸引 在网上吸引流量跟名单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随便挑几个跟你讲 其实在网上要吸引流量名单 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那我现在就随便讲几个 第一个可以在网上帮你吸引很多流量跟名单的东西 就是免费赠品 OK 那如果说你去我们的这个平台 像这个Barnet 往下看 你会发现这边呢 有很多的免费赠品 那这边呢 有几百个上千个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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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